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洪道 早安好 聽說上個禮拜寶可夢推出了一個新的服務 現在寶可夢的遊戲很多了 上禮拜他們推出Pokemon Hall 不知道現在搞不好玩家已經下載了吧 它這個東西就是以所有寶可夢聚集的地方為概念的設計 簡單來講就是你可以在比如說以前3DS遊戲 比如說現在的Pokemon GO還有寶可夢劍盾 劍盾 衣物之類的你在裡面抓到的寶可夢 都可以放到這個寶可夢盒裡面 3DS有這個寶可夢虛擬銀行 它現在等於是跟這個可以互相連動 它這個裡面有一些限制 有些是可以雙向的 有一些是不行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那個劍盾裡面 有一些你在其他地方抓到的 可以送到劍盾裡面 那其他可能沒有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找一找這樣 那當然除了你自己收集很累嘛 對啊 還可以交換 對對對 就是跟朋友啊 我是深思不認識的人 那這遊戲 這個Pokemon Home 它就開放了四種跟人家交換的方式 那比如說這個奇蹟盒子 然後GTS 然後還有群組交換跟朋友交換 有興趣的這個寶可夢大師們 寶可夢訓練家們 趕快來收集自己的寶可夢 把全國圖鑑給它填滿好不好 好啦那接下來請繼續收看本週的手機遊戲週報 Mutatus 是一款簡單的彈幕設計小品 遊戲並沒有關卡BOSS這些東西 只有無盡的一直打下去 比比看誰才能夠在越來越難的敵人中獲得最高分數 遊戲內也只有兩種增強能力的道具 一個是連鎖閃電 能夠讓攻擊波及目標周遭的敵人 或是能夠藉由旋轉手機 讓你的飛機跟著改變設計角度的道具 有趣的是遊戲內的背景畫面 會隨著玩家們所在的地區以及氣候改變 沒事不妨多開看遊戲 看今天的背景變成怎麼樣的囉 神秘怪盜 Venton Gax 準備截夥 一起去博物館大幹一票啦 這是一款逆宗解謎遊戲 玩家要扮演怪盜貓 一一破解博物館內部的防盜設施 獲得隱藏在深處的神秘寶物 遊戲除了單人遊玩之外也有雙人模式 分別滑動螢幕上下半步 就能夠控制兩隻怪盜貓 比起單人模式 雙人模式的關卡難上非常多喔 許多的機關都需要雙方溝通好才能夠破解 究竟玩家們會先偷到寶物 還是先內訓吵起來呢 甜點王子2 心動奇蹟 是一款結合經營和戀愛元素的養成類遊戲 玩家要在主角開的飛行船甜點店裡 販賣自己製作的創意甜點 要注意的是每個國家販售的食材都不一樣 在飛到其他國家之前 記得要先把食材買好滿滿喔 隨著劇情發展 許多帥氣的男人會來成為你的店員 這個時候就要安排大家擔任甜點師 服務生等工作 如果服務生是客人喜歡的類型 還會得到小禮物 這根本就是只是咖啡廳了吧 每天和這些帥哥們一起工作 怎麼可以不擦槍走火一下呢 花費心通時就能夠跟喜歡的角色約會 隨著約會好感發展 還能夠開啟他們的房間和互動遊戲 雖然語音數量不多 但看著他們那麼帥氣又可愛的樣子 還是讓人心癢癢的啊 喜歡精英養成又喜歡看帥哥的玩家 趕快來下載吧 Secret Ops 是一款風格搞笑的互動解謎遊戲 玩家必須幫助世界第一層的間諜查理 前往戒備森嚴的指揮中心 盜取藏有機密文件的手提箱 但查理並非是一般的愚蠢 而是徹頭徹尾的蠢人 只要出現直線的道路就是一路向前行 直到碰壁才會轉彎 因此玩家必須快速觀察地形 迅速切換視角 替查理開路 像是切斷監視器的畫面 打開門上的電子鎖 甚至還必須要將重要的可疑物品丟到路中間 好讓它撿走 請運用你的智慧跟上查理的愚昧吧 繼Bendy and the Ink Machine 之後 Joy Drew Studios Boris 再次推出一款上帝視角恐怖生存遊戲 Boris and the Dark Survival 這回玩家將扮演Boris 再次回到那鬼影床床的廢棄動畫工廠中 開始恐怖的生存大冒險 玩家必須在陰暗的場景裡頂著微弱的探照燈 四處探索蒐集指定的生存道具 就在玩家快要蒐集齊全時 躲藏在角落的惡魔 將會現身一步步的朝你逼近 此時請保持鎮定 記住先前的移動路線前往電梯 才算是通過關卡 千萬要注意喔 若是不小心迷路的話 那可就要重頭再來囉 喜歡單純打寶 又不喜歡看一大堆劇情的玩家們 這款動作冒險遊戲 迷宮傳說Labyrinth Legend 可能就是你的菜喔 玩家們要進入多個地下城內 可以打倒一群又一群的魔物 獲得他們的寶物 遊戲內有數十種不同的武器 玩家們可以分別在左右手上 裝備不同種類的武器 應付各種狀況 每一個地城最深處 還有強力的大魔王駐守在這邊 如果打不贏的話沒關係 回去村莊整備一下 立刻就能夠回到魔王所在的樓層 再跟他打一次囉 你喜歡格鬥對戰遊戲嗎 如果沒時間打開主機 或是去玩接技的話 現在可以在手機上玩玩這款 Hero Versus 過過癮啦 角色們分別有三個技能 還有一個特殊技以及必殺技可以使用 不過使出他們不需要經過複雜的搓招 可以透過下方的按鈕直接施放 不過可別以為這樣就會少了接招的快感 除了技能之外 普通攻擊也會有四種變化 配合技能打出一串漂亮連招 也是相當過癮的喔 遊戲除了提供接機、生存以及線上等多種模式 還提供了可以透過劇情模式來解鎖新人物 喜歡在閒暇之餘來一場對戰的你 不來玩玩看嗎 在 Riot 十周年時公布的 英雄聯盟聯盟戰棋手機版 最近搶先在東歐地區展開了測試 遊戲替手機版本設計了全新的介面 像是能夠快速切換可裝備的道具欄位 目前成功湊對的組合表 可隨時關閉和開啟的商店頁面 以及點選頭像就可以快速觀看對手布陣等等 全新的介面將讓玩家能夠更方便的操作 並迅速了解戰場變化 除了新介面之外 原本 PC 版本選旗的環節 則是被完整還原 因此請謹慎控好小小英雄 才能夠選到你想要的棋子喔 目前官方預定在 2020 年秋季 才會在台灣推出正式的手機版本 喜愛聯盟戰棋的玩家請再等等囉 這年頭的手機遊戲總是喜歡 召喚各種歷史偉人來拯救世界 這款藝術代碼召喚者也不例外 從遊戲標題大概就能夠猜到 玩家們這次要召喚的是世界上知名的畫家們 由於維持世界秩序的 AI 突然暴走 把人類當成 Bug 排除 於是 AI 無法解析的藝術 就成為人類對抗的唯一手段 戰鬥中角色們會自動進行攻擊 玩家點擊下面的技能卡面就可以發動技能 技能使用 5 次後可以擠滿左下角的亮表 就能發動 Masterpiece 使出更強力的技能 眼尖的玩家們或許有注意到 角色發動的技能卡片 可都是該畫家真實存在的作品 到角色資訊中還可以進一步查看作品的相關資料 遊戲中也收錄了各個畫家的個人劇情 讓玩家在遊玩之餘可以更了解畫家們 同時吸收關於繪畫的知識喔 Nightfall 是由英國廣播公司 BBC 所推出的首款多人線上遊戲 玩家將扮演 Nightfaller 前往夢中和朋友或是隨機的路人 一同連線對抗腦人的噩夢 並逐步成為傳奇 在關卡中將持續出現許多噩夢中的怪物 玩家必須善用手中的武器以及靈活的走位 一邊閃躲一邊攻擊 就算沒能成功閃躲 只要沒有連續受到傷害 血量也會在一定時間內恢復 每場戰鬥後 玩家將能夠利用收集到的硬幣和資源 購買新的套裝提升武器等級 好讓下次的戰鬥更為順手 請努力農好農滿強化自己 好對抗那持續凝視你的深淵吧